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近期我们看到内地监管部门再度明确 将会坚定不移地引入更多各类的 境内外机构投资者 希望是可以促进内地资本市场 机构投资者队伍发展 而在当前复杂的内外环境之下 中国经济表现又能否一军突起 吸引到更多的国际资本的关注呢 相关问题我们立即来连线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 杨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证监会在上周召开的 2023年机构监管工作会议当中提出 要突出提制增效 继续壮大长期专业投资力量 包括推出注册制改革等等的一系列措施 想问杨老师您认为这些举措有何意义 能否真正的引导到机构的长期资金 进入市场呢 近期监管层召开会议提出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 引入长期投资者 推动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 那么这些举措呢 都是有利于A股市场长期建格发展的 A股市场从诞生至今已经过了二厘之年 随着市场市值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 而且投资者的结构也逐步的成熟 机构投资者占比不断的增加 那么A股市场有望出现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势头 那么从近些年的表现来看 结构性行情已经逐步展开 特别是受益于这个探索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政策推动中资投板化呢 今年出现了估值回升 连长了事 而价值投资在A股市场 也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投资理念 那么从2016年起 我就提出白龙马的概念 即白马股加行业龙头 高度概括了这一批既有业绩 又有行业龙头地位的好公司 从2016年至今 很多核心资产 白龙马股出现了几倍的涨幅 甚至有了十倍的涨幅 而价值投资在A股市场 也逐步升级发芽 开发结果 那么通过倡导 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 让投资者处理正确的投资观念 那么投资股票 不是去投一个代码 也不是屏幕上飘移的曲线 而是买一个公司的股权 买股票就是买企业 或者是通过买基金 间接地持有好的股权 那么在我国房地产 黄金投资期结束之后 进入到股权投资时代 好公司的股权具有稀缺性 将来也越来越值钱 所以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才能够抓住投资的本事 那么从长期分享 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分享资本市场的成果 那么监管层出台的一系列 改革措施 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 推动资本市场 长期建立发展 而从三月初开始 全面实施注册制 那么本周一 首批在主板注册上市的公司 开启打新 这标志着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那么在全面实施注册制之后 A股市场将更加市场化 一方面通过全面注册制 让好公司即时登陆资本市场 另一方面严格执行 退市新规 让机刹公司即时退市 从而实现优胜劣汰 提高A股市场 整体上市公司质量 这必将是我国资本市场 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转制点 明白 确实我们要真正吸引到机构的 长期资金入市 一方面我们要靠制度的完善 另外一方面 也是跟内地经济的复苏动力 跟前景 是否能够到内地市场 吸引到资金流入的 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因素之一 那么结合您的一个个人观察 以及在您近期参加的 各类会议当中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目前您认为这个市场人士 对于今年内地经济的前景 普遍都是抱持着 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对于今年的经济表现 您又如何来展望呢 那么对于今年 我国经济自治市的预判 我认为经济复苏的态势 已经确立 那么在3月22号 中国证券业协会 证券基金行业首席经济学家 一季度例会召开 那么我有幸主持了本次例会 那么讨论的第一个主题 就是我国经济复苏的动力 那么第二个主题呢 是探索中国特色固制体系 那么从第一个议题来看 余会的几十位首席经济学家 普遍认为 那么在经济的活力 也逐步释放出来 那么消费逐步复苏 那么我国经济复苏的态势 已经比较明确 那么从1月2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 消费已经告别了负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3.5% 虽然增速还不高 但是已经逐步地 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 那么在出口贸易方面 受到欧美经济增速 放缓的影响 出现了一定的负增长 但是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 有望在未来继续保持 出口方面的竞争力 那么在投资方面 房地产投资 已然是负增长 但是房地产销售金额 逐步地重复 转为持平 那么一二月份呢 一二线一些重要城市的 房地产市场 开始逐步回暖 那这个可能会带动 房地产相关产业链的复苏 那么在政策方面 我国今年将采取 积极的财政政策 以及更加稳健有力的货币政策 那么近期美联储 进行了第九次加息 加息了25个基点 而我国央行则是在 美联储降息之前 降准了25个基点 降准了25个基点 这次降准呢 制放了5000亿到6000亿的 资料资金 当然这次降准 并不是单独的一次降准 而是一个政策的组合权 后续为了支持经济复苏 可能会出台更多的 支持经济复苏的措施 包括降息降准 以及其他的一些方式 那么在刺激消费方面 今年会在家电 汽车等领域 给予更多的知识政策 部分城市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 来推动消费复苏 那么今年消费复苏 是明确的 这也会给今年经济复苏 带来一个重要的动力 而在创新方面 包括新能源大力发展 以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 也会为经济发展 带来新的活力 所以大家对今年经济复苏的信心 一定要保持 今年经济复苏的态势 已经是逐步确立 嗯 明白 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板块 就是中特估板块 我们看到近来 确实是成为A股方面的 一大热门板块 如何来探索发掘 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目前已经成为了投资者 近来绕不开的一项必修课 那想问杨老师 您认为投资者 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 如何来寻找部署 发掘中特估概念下 优质的一些投资标的呢 中特估值板块 今年表现突出 带动了市场的人气 同时稳定了大盘 那么探索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所以去年 业会满主席在 新庸街内谈上首次提出 就引起了市场广泛的关注 那么探索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那么是符合 A股市场时机的 那么一些低估值蓝筹股 业绩稳定 分红率高 那么长期呢 处于低估的状态 那么探索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有利于提升 优质龙头股的估值水平 让投资者更加认可 代表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 好公司的价值 那这些合影资产 是投资者应该 重点布局的方向 我一直推广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 过去七年 亲自参加 七次参加巴菲特国民大会 今年五一期间 我还会再次赴美参加 2023年 伯克希尔哈喇尔文年会 献上聆听股神 巴菲特和芒格的真实着见 那么价值投资 是被国内外投资大师 证明是正确的投资理念 是取得长期投资胜利的法宝 那么A股市场有本身的特点 那么结合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我提出中国特色价值投资的理论 也就是结合A股市场的实际 配置中国特色的核心资产 结合A股市场波动大的特点 适当地进行仓位管理 控制回撤 那么在基金管理的图件中 不断地总结经验 提炼出中国特色价值投资理论 可以说 判索中国特色估计体系 是做中国特色价值投资的重要内涵 那么代表中国经济转业方向的这些好公司 股权价值会逐步地被国内外资金认可 包括外资 那么从2016年 我就建议大家跟着外资去投资 就是学习外资的投资方法 选股方法 以及价值投资理念 那么从2016年起 外资投资的前20大中堂股 几乎清一色都是业绩有良的白龙马股 而外资投资业绩 也普遍跑赢 其他投资者跑赢的大盘指数 这说明价值投资在A股市场同样适用 那么结合A股市场的实际 探索中国特色估计体系 配置优质资产 是在A股市场取得长期投资 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人工智能板块方面 我们看到生命未来研究所 日前的是向全社会发布了一封 暂停大型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开信 呼吁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 立即暂停比GPT4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训练 认为人工智能是未来人类文明最大的风险之一 而这个威胁程度远高于车祸 飞机失事等等 甚至比核武都要危险得多 而且我们看当中的联署人 还包括马斯克等等的上千名科技界大佬 所以想问杨老师 您会怎么来看业界发出的这种声音 会否打击到市场资金 对于人工智能板块的热情 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的部署策略 您会有怎样的观点跟看法呢 那么今年以来 市场最热的板块 无疑是Chate GDPT相关的板块 人工智能掀起了投资热潮 Chate GDPT的出现 让人们认识到人工智能发展 已经发生赤的飞跃 将来可能会替代很多人类的工作 但是人工智能发展 也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将来是否会出现 一些人工智能失控的情况 对人类造成危害 目前还不得而知 所以近期以马斯克为首的 知名的这个AI界对象 超过1000名 联名呼吁暂停 比Chate GDPT4 更高级的人工智能的研发 那么至少暂停半年以上 那么发展人工智能 是科学进步 必然面临的一个阶段 那么甚至有人把 人工智能的出现 发展和应用 和当年互联网的出现 向这边缓 它可能会改变 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但是同时也会 造成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那这些可能是我们在 科学发展过程中 要密切关注的 春节期间热映的电视剧 这个也是著名的 科幻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三体 让我们看到 这个在发展高科技的同时 要注意 其中可能带来的风险 真正的让科学为人类所用 而不是反过来 危害人类的生存 所以科学的发展呢 那么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便利 给人类的生活 也带来很大的改变 但是如何预防 其中可能蕴含的危机 甚至有人把 未来人工智能发展 放在了比战争和武器 更加危险的这种程度 甚至担心 人工智能未来 会替代人类 生存在地球上 当然这些 已经逐步地从科幻小说 走到了现实中 那么也是我们在 发展科学的过程中 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那么暂停研究 来平时服务一下 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景 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 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明白 好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关注一下 近期的大势走势情况 近期我们看 沪深两市 维持震荡反弹的格局 昨天两市成交额 是略微地 有所萎缩 重返到万亿的下方 而在北上资金方面 近买入也是有超过 40亿的水平 今天看到A股回来 又是一个高开低走的格局 想问一下 您对于未来的A股走势 有怎么样的一个预期 跟展望呢 当前A股市场 处于这种震荡的过程之中 市场的走势的话 也是出现一波三指 但是市场大的方向 还是直到一场景 这一点的话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大家对于 河深的股票要有信心 明白 好的 非常感谢杨老师 在今年上午这一时段 给我们带来分析跟解读了 今天的这一节财经事件 就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